在玄閣荒高的晚上 麗莎太后的宮殿 將會展開一輪巨變 四位意圖謀反的刺客 運起四位有功能的軍神 和四位普通大神一面 刺客王和刺客 日頭隱藏身份 每晚將會刺殺一人 刺客王除被毒殺外 死的時候可帶走一人 四位有功能的軍神 皇帝每晚可以查驗一人身份 看看他是好人還是壞人 將軍有一次機會 在日頭查證一人身份 查出壞人壞人死 查出好人要以死謝罪 發動技能之後隨即入夜 太二有一次仙丹救人 一次毒藥殺人 鬼子手卻被毒殺外 死時可選擇帶走一人 普通大神武特殊功能 靠觀察找出刺客 刺客王刺客屬於壞人陣營 軍神大神屬於好人陣營 當有功能的軍神或者普通大神 其中一方全部被殺 就是壞人陣營星 相反四位試下神亡 就是好人陣營星 兩大陣營各懷心計 有人暗中保護 有人搞詐形式 一時間 宮殿人心旺旺 雙ہ 宮殿版 宮殿各位也可以看看牌 看看自己的身份 看看自己甚麼身份 入夜了 要就寢了 大家合眼 刺客王 請開眼 刺客王請示意 你們今晚想殺誰 刺客請合眼 太二請開眼 今晚死的是 你手上有一瓶仙丹可以救人 你容不容 你亦都有一瓶毒藥可以殺人 你容不容 太二請合眼 皇帝請開眼 你今次想查哪個身分 他的身分是 皇帝請合眼 劊子手請開眼 身分確認 你可以合眼 將軍請開眼 身分確認 你可以合眼 起床 各位大臣恭喜 昨晚第一晚平安夜 好,不能夠發現 我是一號 我是一個好人 除了覺得12號 剛才反應有點誇張 我覺得一號的感覺 現在是兩號 所以我單純相信你是好人 二號也是好人 大家好 你究竟現在開眼 你跟誰說甚麼 剛才我想說 我一個普通… 很混亂 我整晚都開眼玩 我終於有一集 擁有所有功能牌 我又是刺客,又是好人 不過我剛才很看清楚 二號 他有點震 有點害怕 有點懷疑他 你介意嗎 要閉上眼睛嗎 好… 真的令氣氛很尷尬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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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自己吧 我是好人 暫時還沒有特別的資訊 我是一個好人 沒甚麼特別的資訊 但剛才3號就說 留意2號 我也先留意一下 而且剛才看牌的時候 我覺得10號在嘉賢 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所以我留意著他看牌 他看牌的時候想了一想 我想他的牌是有功能的 聽起來前面都很簡單 說了一句半句 而且大家都說自己是好人 我今集也是一個好人 但我留意了一件事 就是8號的凌凌師傅 一開牌的時候 她已經在寫東西 所以我想知道 究竟她是寫甚麼 為何會這麼早有東西寫 因為大家都沒說話 就有東西寫 7號的Ginnie 我覺得也相對輕鬆 暫時看下去 先這樣吧 7號 因為今天有凌凌姐做嘉賓 有她的加持 我今天是一個非常好的好人 所以希望我繼續有她的加持 可以生存到最後一刻 多謝 暫時我看起來 又沒有特別概念 但我覺得1號2號是有點怪怪的 因為陳曉華本身是一個 挺喜怒言於識的人 如果他做了一個好人的角色 他就像這樣 我覺得 我覺得 而且我剛才說 躲起眼 因為刺客出來 我聽到那邊的聲音好像 醉得比較高 但我經常覺得你是我的好人 只是我的感覺 對… 我9號 剛才是凌凌姐 的確一打開眼 就已經有工作 那我就會有點懷疑 會否她在晚上 她是一個有功能的人 刺客 或者是太醫 10號 我也相信8號凌凌姐 所說的話 她也很會看別人的喜怒哀樂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她懷疑2號 我其實也有點懷疑 因為她好像有些 不太舒服的感覺 我先提議 她是舒服的 我讓你提到 你看她看得不舒服 我想問 她好像坐得… 好像有點… 坐立不安 對 有點小動作 3號 她算是好人 雖然她有四隻眼 很奇怪 但她的感覺 之前跟她玩過 她如果是壞人的話 她說話沒那麼奇怪 是 她現在應該是好人 11號 暫時沒有太多資訊 不過我覺得 泰神這次 在第一回合中 覺得特別多 也是這樣 是嗎 但我剛開始看的時候 1號和2號 我覺得她們有些聯繫 我看上去 我覺得2號的感覺 真的挺不自然 我覺得她是那種 就算她是刺客 或者她不是刺客 她也是這樣笑 但她笑得好像有些… 想掩飾自己的感覺 我覺得7號也有些可疑 7號好像… 你今天這麼澎湃 怎麼會這樣 她是哪個澎湃 變成澎湃 是這樣的 好,我們現在繼續討論 2號再說 我要辯護 我是… 寧寧姐看得沒錯 我有些助納不安 也非常緊張 因為我要拍攝節目 所以我真的有點緊張 但我真的是一個好人 是這樣的 我覺得2號是… 我覺得有些… 大家不知為何 為何突然刺2號 對 我不是故意幫她 但我覺得由3號說 刺2號之後 我一直覺得有… 覺得2號不好 之後我一直有留意 我覺得直覺是3號、8號、10號 應該是同一火 12號我不知道 因為她有點白板的感覺 因為她們三個主要出來 說2號有可疑 姐姐有甚麼提示給她們? 有些人就用觀察 有些人就會加了些分析 真的說第一晚 所以其實也不用這麼快 對,現在要投票了 好,大家展示出來 你們投了… 全部投氣拳 好保守 第一晚而已 急 入夜了 要就寢了 大家合眼 刺客,請開眼 你們今晚想殺誰? 刺客,請閉眼 今晚死的是 你手上有一瓶仙丹可以救人 你用不用? 你也有一瓶毒藥可以殺人 你用不用? 太二,請閉眼 皇帝,請開眼 你今次想查哪個身分? 她的身分是 皇帝,請閉眼 起床 昨晚死的是 8號,寧寧師傅 誰這麼大膽殺了我? 我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人 一定是有一個壞人殺了我 是嗎? 不是,廢話嗎? 平時我都覺得你說話準確 這個不能 最準確 你覺得誰是那個壞人呢? 很重要很重要 我覺得十二號是好人 你相信我 是 我覺得二號是壞人 不用說 一定是 你看到八字吧 當時那個反應 如果是他殺了我,他比較難 我覺得我左右兩邊是好人 妥協 別人幫我 很可憐 好 大家努力 我想我想二號說一說 我真是一個好人 而且我本身是一個比較緊張 我很誠懇地說 我是一個比較緊張的人 一拍攝節目 我就會有點坐立不安 所以我真是一個好人 我當刺客的時候 是很心虛的 一號剛才說我可能是太異 我不知道這個用意是甚麼 但我不是一個有用的人 我是一個廢人 即是沒甚麼用的人 但我現在自己懷疑的是 有五、九和七號 還有一號 為甚麼呢? 因為我覺得一號和五號 好像在找有功能的人 因為五號覺得十號是有功能的 為何我們無緣無故說他有功能呢? 如果是好人的話 所以我自己會懷疑五號和一號 還有五號又說了一個舉動 就是當三號說懷疑我的時候 懷疑二號 我也會留意二號 所以我當時第一時間 第一個聽到的就是五號說懷疑我 即是會注意我、留意我 所以我自己也會懷疑五號 但其他偏好的 我聽到是六號和八號 因為剛才即使八號說踩我 第一回合都說八號是好人 所以我是一個好人 剛才二號說的事 剛才跟八號相反 還有八號說的事 都滲了很多出來 他是皇帝 他又說過 他身邊的兩個七號、九號 還有他說十二號也好人 但二號說的事 反而反而相反 就說五、七、九 又可言 很明顯他是想把一些人推出 大家都知道八號 大家都相信他是皇帝 你怎麼狡辯都沒用 他還說過六號和八號是好人 如果根據他說謊的方法 我會多看六號 剛才提出你有問號 我只不過是觀察地留意你 我看著十號 因為我覺得他是聰明 他是個高玩家 所以我已經是看著他揭牌 我選擇是否相信這個人 我暫時還有定論 但偏向是好的 我猜 所以你不用再狡辯了 陳曉華 二號的陳曉華 我要收回我剛才第二回合說的話 因為我剛才聽到刺客的時候 我聽到旁邊有口水聲 刺客不說話 因為很快有口水聲 但我懷疑我聽到這種聲音 所以我立刻就… 二號… 二號有口水聲 好,麥大人 麗玲師傅說 七號和九號是有保留的 因為我相信他應該是憑感覺 不可以100%肯定 但我肯定五號應該是好的人 如果二號是壞人的話 我覺得麗玲姐 可能皇帝的機會也挺大 但她可能也是太醫 她可能剛好知道 她側近那兩個被殺而救 她可以去決定那個是好人 因為被殺才會變成好人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我不知道她是否確定 她是皇帝還是太醫 如果她真的是一個皇帝 因為我剛才聽不出她是一個皇帝 她完全沒有說自己是一個皇帝 所以… 所以… 我… 如果她不說自己是皇帝 那其他人就行了 二號… 你可否給我們一些牽涉 你還有誰是好人 對…我也在等 你也在等我 你想救誰是誰 誰是好人 救救你 我救你 她一定是好人 誰是好人… 她就是我的朋友 然後我發動我的技藍 好厲害 我是將軍 你想塗誰呢 二號 二號 你做甚麼 對 大二十秒 阿姐 是 二號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呢 燈燈燈燈 緊張 朋友… C.O.H.I.P.I.B. 不說為了 加油 你說哪隊加油 十二號 是刺客來的 殺了她 就殺她吧 十二號 入夜了 要就寢了 大家合眼 刺客請開眼 你們今晚想殺誰 刺客請開眼 太二請開眼 今晚死的是 你手上有一瓶仙丹可以救人 你用不用 你亦都有一瓶毒藥可以殺人 你用不用 太二請開眼 皇帝請開眼 你今次想查哪個身分 她的身分是 皇帝請開眼 起床 昨天死了的是 十號 因為我已經刺了我的身分 刺好人的 會有三號 五號 還有六號 都是好人 還有十二號 都是好人 因為我剛才 刺我的功能的時候 如果他是好人 他就會 哎呀 讓我們投死他 你不要那麼快用 那些 而沒什麼反應的就是 Bella 四號 還有一號 Stab 都是很大嫌疑 我感覺到有些 邪氣在那邊 我旁邊這個 他應該是有功能 但就 不知道是好 還是壞 因為他檢查了兩次牌 再看一次 可以可以 你給你看一次 我想聽到十一號 我的直覺 我覺得九號 你是壞人 我覺得你的人不是這樣 可以說清楚一點 讓我們知道 因為我們對你們的交情 不是很相熟 我也想知道 你剛才說 我試一試 他玩心理 他 基於剛才我們 都發現到二號 一定是壞人的時候 提醒大家 剛才他有刺到 幾個數字是壞人 五號 七號 還有九號 我姑且 覺得他刺的那些人 是好人先 我覺得一號 非常大嫌疑的原因 就是他從第一回合開始 他很支持二號 直到二號被刺 他突然反轉 不,我突然聽到他的口水聲 這件事我覺得非常有嫌疑 然後就是四號的Bella 我覺得Bella玩遊戲更厲害 所以我會懷疑 如果你叫我給我一個意見 我會覺得一號也挺大機會 我自己就覺得一號不大機會 忘了說 剛才二號也說你是好人 是的 所以你如果也有機會 也是你和一號也有機會 是壞人 好的 那我現在還要幫一號 那你不就覺得我更有嫌疑 沒錯 不過好 我本來不是想說 因為我覺得一號 他第一晚真的憑自己的感覺 而他之後說 聽到口水聲那一刻 我覺得很真實 但這回合如果我投票 我一定會投九號的泰神 為甚麼 因為經過這麼多晚之後 泰神給我的感覺 就是他其實想不到 歸去哪一邊好 歸立一點 剛才大家先說一下 好 現在其實他要貼定兩個方向的東西 二號我們貼定他是壞人 所以剛才我覺得 我覺得我聽到人們說話 那些角色好像浮眠 就是你想還拖到我 對 我覺得你… 讓我說中了,你就刺客 那這邊發生甚麼事 就是一號、二號 最初是一隊 到第二回合的時候 他自己在這裡鬼蛋鬼 其實現在大家心目中 都有自己懷疑的壞人 大家會否投走他 好人,歸票 準備 一、二、三 一號有五個 那就是一號是最多人頭 我要發動我的技能 我要帶到的是三號 因為… Arnold剛才在臨投票之前 他突然這樣… 我覺得他在試其他刺客投一號 我發動技能 我不介意說完技能 我是刺客人 不過現在計一計算 是走了一個刺客和兩個功臣 以及你的功臣 所以我帶對人 就可以結束 唯一有這些資訊的人 我猜是這個 他應該是9個人 為甚麼你這樣覺得 因為他有一回合 我是有殺過六號 他是在救你 我猜 所以他一直都在幫你 又跟我一起刺六號 那些應該都是普通大臣 那你要帶走的是 四號 四號,韋賢 是泰爾 第一回合就是救了Dickson 所以之後我也跟他 一直投9號 我相信他是好人 現在說甚麼都沒用了 因為… End Game Winner 陳曉驊挺聰明 因為他在那時刻補得到兄弟 為甚麼呢 我想你是那麼厲害 還是撞彩 當然厲害 我相信他很厲害 因為一開始我們玩內空的方向 他馬上會得到 是 而且他特意沒有說抱我那邊 是 因為他特意跟我對你 因為他第一個就是對你 所以他不斷對他 但是他再打那三個 而那三個的構成 顯出他是不是真的聰明 當然Arnold也跟他一起合作 還有到最後他選擇到Bella 是泰爾 也是很聰明的 確實這次他們的刺客 是玩得相當之好 是嗎 值得給他們一點掌聲 好 阿姐 我覺得這一集是精彩 因為好像連環一樣 是的 又帶著一個 又帶著一個 我覺得今天阿羅 他玩得挺好的 謝謝阿羅 謝謝阿羅 謝謝阿羅